它的出现让汽车不再是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 它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 更是明星正要炫耀的资本 它就是美国梦超常理兵车 美国经济繁荣的象征 于1992年制造完成 车身长度达到惊人的30.5米 为了应对如此长的车身 整车的刚性被重新加强 同时搭载两台凯迪拉克发动机 需要一头一尾两名司机才能驾驶 光测窗就有34款 数数看有多少个车轮 不可思议整整26个 美国梦是由设计师Joel Hebert等人 基于凯迪拉克的Eldorado 设计制造 它是当时公认的能够充分演绎 美国精神和彰显权贵的经典车型 夸张的梦幻造型在当时的美国 圣极一时 设计师在咨询了众多好莱坞明星后 给这台家常礼宾车加装了 众多的奢华配置 举办一场盛大的party完全不在话下 室内的布置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要求 进行个性化布置 你可以左拥右抱伴随DJ尽情的摇摆 或者在按摩浴缸里放松的时候 来一杯82年的茅台 车内光特大号水床就配备了两张 甚至连高尔夫果领都搬到了车上 为了保护隐私 车尾设置了停机坪 邀请的嘉宾可以乘坐直升机直接抵达 众多的奢华配置让制造成本 直接飙升到400万美刀 而租用美国梦的租金更是高达1万美刀 无幸的是随着人们热度的消退 车子便被遗弃在郊外的仓库里 接受着岁月无情的洗礼 车身损坏车窗破碎 不少车轮被盗直至沦为一堆废铁 美国梦就此从一个美好的梦想 变成了一个噩梦 即使在2014年美国纽约汽车博物馆 花费25万美刀耗时三年将其修复 它也无法再次重现美国梦 只能停放在奥兰多汽车博物馆 向游客们诉说着它过去的辉煌